网传视频显示 11月25日 北京的儿童医院里人满为患 主要是咳嗽和发烧的患者 北京市民李女士26日对本台表示 北京的儿童肺炎染疫情况非常严重 而且反复感染导致医院患者爆满 李女士介绍 在他女儿的班级里 在请假的孩子当中 80%是因为咳嗽 然后检查出来是复合型病毒 和往年的流行性感冒不太一样 近日 世界卫生组织 已正式要求中共当局 提供有关呼吸道疾病和儿童肺炎 聚集病例增加的详细信息 中国当局今年年初突然放弃清零防疫政策后 各地传染性肺炎不断爆发 包括假瘤和支援体肺炎等 外界一直质疑 中共宣称防疫胜利后不断起出新的名词 来掩盖新冠病毒变种的持续传播 面对疫情汹涌 中共国务院也被迫发通知宣称 冬季新冠疫情仍有反弹风险 并称金冬明春 中国可能面临新冠 流感 肺炎支援体感染等多种呼吸道疾病 同时传播的局面 外界普遍质疑 中共仍在隐瞒疫情严重程度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赵凤华 特别记者洛亚采访报道